路邊違規停車拿起手機 就想拍照檢舉 交通部針對違罪不記點 不開放民眾檢舉條文修正 最快六月開始 常見的違規項目 折衷通過五項維持開放檢舉 民眾騎機車不戴安全帽 或是汽車不依順行方向停車 還有占用伸障者停車位 以及在人行道 行人穿越道臨庭或停車 被拍到違規照樣可以被舉罰 道路交通設計的不良 以及乘客 還有你的營業行為的特殊 所產生的違規樣態 並不是我不願意去遵守 因為道路系統設計不良 導致了容易違規 包括路口公車站10公尺 並排林亭等等 都因為考量城鄉環境不同 在地方停車環境 未完備之前不開放檢舉 還有騎機車手持行動電話 汽機車駕駛開車吸煙 倒車沒注意行人等八項 都取消納入檢舉項目 違規記點也限縮為 警察當場攬檢 確認駕駛人身分才可以記點 預計最快六月上路實施 在道安和民怨之間取得平衡 三選蔡宇及科普宣台北層部的